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PS当中快速的把这种水花给它扣取出来 首先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错误的方法 Ctrl加Z拷贝一层 接下来我们直接选择魔棒工具 在这个空白处单击一下 Ctrl C++反选 反选完之后 Ctrl加Z拷贝一层 把这个水花给它扣取出来 然后在它下面这个地方新链一个空白处层 我们填出个颜色 你会发现水花已经扣取出来了 但是有一些白色的背景 这种效果肯定不行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去操作一下正确的方法 同样我们选择背景层 然后按住控制键点选背景层 Ctrl加Z复制 复制完之后添加个蒙版 按住Alt键进入到蒙版里面 Ctrl加V粘贴 粘贴完之后 CtrlI反向 反向完之后回到前面的图层 然后我们给它填充个白色 Ctrl加Delete填充背景色 接下来我们在它下面这个里面 新建一个空白处层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之前扣的 这个是之后扣的 方法非常简单 喜欢就点个赞吧 Ctrl加V粘贴